7月27日深夜对于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来说,是特别的一个夜晚,因为在这天晚上上演了一出21世纪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越旋时与15年一律的火星,大冲完美现后的一场天文大戏。 坐落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德令哈天文科普馆是全国为数不多的观测点之一,高海拔的地域优势和辽阔的草原戈壁,为天文爱好者提供了极佳的观测环境,为此全国各地的专家及天文爱好者奔至太来。 德令哈的傍晚,太阳刚落下山,远处的天空还泛着红光,往常安静的高原小城,这时傍晚却显得与往常不同,顺着德令哈长江路往南走,一路上都是三五成群的天文爱好者身上,背着几公斤的望远镜设备,朝着德令哈天文科普馆走去。 天还没黑,天文科普馆的周围人头传动,选好位置的人,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宝贝织起来,到这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观测火星大冲的。 德令哈天文科普馆馆长金小民介绍说,火星冲日就是太阳,地球,火星在同一条直线上,但是这一次正好赶上了火星距离太阳和地球最近的一次所以称之为大冲,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天气还算给力,十点左右场馆变得安静起来。 很多人都开始聚精会神的通过望远镜,享受着场大自然馈赠的视觉盛宴,时不时就会听到天文爱好者情不自禁发出太美了的感叹。 在场馆的一旁有一个孤独的身影,他没有相机没有望远镜,只是一个人静静的在板凳上抬头仰望着星空。 他叫赵丽敏,是一名来自北京的高三学生,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赵丽敏对天文可以说是痴迷,赵丽敏说,为了能看到月旋时和火星大冲,我坐了23个小时的硬足赶来的, 因为设备太重没有拿,但是能来到德令哈观测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 据了解,这次来德令哈天文科普馆观测的人数,达到了400余人。 除了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外,还有五位来自北京的专家,也参与到其中。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科学家,北京天文馆馆长朱基说, 红火星与红月亮的完美邂逅,是一次很难得的天文景观。 这是大自然为我们上的一堂生动的天文课, 记住这次的机会,还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天文超时。 之所以会选择德令哈这个观测点,朱馆长说, 中度观测点里,德令哈地理位置是最优的, 距离星空最近的,也是可以观测月圈时时间最长的一个点。 随着时间一点点的流行,很快可以看到重头戏月圈时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观测, 几位专家和一百多名全国各地的天文爱好者坐上大巴, 车车前往德令哈东南方系五十多公里外的户外进行实地观测。 二时三时十五分海西州镜像台, 曾发布德令哈地区雷电橙色预警信号, 预报决定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 冰暴,雷暴大风的强队流先起, 深夜时二十四十分左右, 到达目的地,果然天空不作美, 大家还没下车就刮起了大风, 一时三十分左右, 天空中云层境界变薄, 月亮也悄悄露出头来, 此时距离官方给出的月圈时观测时间还有不到一个小时。 大家不顾恶劣的天气, 顶着长风黄沙, 架起了设备, 按照时间顺序推算。 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 七月二十八日一时十三分半饮时时, 二时二十四分出窥, 标志月时开始, 三时三十分时计, 全时阶段开始, 四时二十二分时圣, 月球的中心与地球本领的中心最近, 五时十四分, 升光全时阶段结束, 此后是复原, 半影升光, 半影时钟, 月时现象结束, 从三时三十分至五时十四分, 是本次月时最精彩的全时阶段, 总计一小时四十四分钟, 在全时的阶段中, 因为电影遮眼的月面, 上被地球大气折射的部分红色阳光所照射, 因此全时的月面是呈现暗红色, 正如大家所期盼的那样, 凌晨二十二十四分, 月全是初亏熟期而至, 爱好者们第一时间, 拿着相机抓换这一神奇的时刻, 四时二十一分出现时圣, 可是血月没有持续多久, 就被厚厚的云层遮挡住了, 执着的爱好者们没有选择离去, 而是默默地等待月亮, 能从云雾中再出现, 时间很快来到凌晨五时, 但是月亮还是羞涩的不肯现身, 来自南京的王邦, 是第一次参加观测活动, 他说, 这是一次神奇之旅, 德丽哈带给我很多震撼和感动, 虽然月全是后半段没有看到, 但是这中间我看到了很难看到的天鹅座之女星, 也算是一份意外收获, 清晨六十五时分, 伴着升起的太阳和意外的收获, 这次观测之行在, 一片花生小雨, 中画上了就好,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